各位香港的市民大家好,最近樓架好像升了很多 怎樣?大家買到你們的豪宅沒有? 在香港的生活真的很辛苦 熬生熬死打一份工作 還要工作一輩子,都只有8多呎 跟劏房沒有分別的豪宅 怎樣?大家有沒有氣憤的感覺,為何發展商建樓建成這樣,以及樓架為何這麼貴 不如今次由崔佛帶大家看看他的新屋,以及他的富豪生活 來吧,有我Elly和阿俊一起 Hello 自己買不起了,葡萄下人地也好 大家興不興奮呢?先看看我選豪宅 穿了一套老闆,因為我們是一群朋友開派對 這間屋很有原廁風味 特地找了一個設計設計 不要開玩笑,以前的建樓是怎樣呢?我們就拍給大家看 如果有留意我們頻道的朋友就知道了 這塊地我就花了一點錢 之後就潛建了一點點 潛建現在很流行 很多名人有錢人都會潛建 尤其是選特首的時候,我們都會知道誰潛建了一些東西 這間屋不算過份,大了一點點 大了一千多二千呎左右,不過份吧 我們先參觀一下這間屋 進來之前就會有一個很嚴密的保護系統 要入密碼才可以進去 我們的密碼很簡單,389,三個字 遲些會改的,未來7月份會改的 到時看看 到時是多少 我們先進郊道 看看有什麼朋友 看到一群男女,有一個在做獎上 但我們不要問為什麼他沉進去 阿叔,你不斷吃地板,不是辦法 救命的想怎樣 好啦,這些珠貧狗有我們不要理他了 沉進去地板 好啦,這裡有一個車泊在這裡 接著呢 如果大家想在外面曬下太陽喝東西可以坐在這裡 我們看看旁邊,由旁邊開始看起來 有一個車房 都幾視像一下,拍了幾輛車 車房豪華裝修過的,垃圾都沒有了 但是前面那一輛好像是警車 是嗎?是嗎? 誰玩COSPAY那麼重盤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記得以前的車房有些爛沙發、爛洗機 現在好很多了 車房沒什麼好看,都是這樣 好啦,我們走到旁邊 這裡有一條樓梯可以上二樓 對,旁邊還中了一棵椰樹 如果有興趣就拿椰子來喝一下,喝椰青水 就這樣吧 你看看,有一個靶在這裡 哦,對,是練槍法的 你知道現在 有錢了是不是,我們都要給一些保鏢練槍法 也是的 是啊 我們在旁邊欣賞房子 我們門口有這個東西 我想是不是趨勃去旅行的時候不小心買了手信 桃藤這麼棒 買個回去放門口 哈哈哈哈 這些樹剛買回來,準備種植的 我們待會再上去吧,這條樓梯好嗎 好啊好啊,我們先走個圈吧 哇,這些這樣的屋 不知道在香港賣多少錢呢 這隻小狗 不知道是誰帶來的 後面都可以的,都有一些桌子放在這裡 哇,可以在這裡燒烤,不錯啊 是啊,最重要就是煙味供到旁邊的屋 最重要不要進屋 我們朋友小狗 他不去開派對 一個人在這裡不知道幹什麼 他剛才好像在自己養走 是啊 我們都很有嚴密的保安 四邊都圍著鐵絲網 我們的朋友 繞了個圈了 看看我們門口有什麼朋友 應該都是現在的政商界朋友來我們家 是啊 是啊 他們過來當然是聊一下,究竟接下來是誰的特首 給選票給誰的 通常都要夾一下,你給誰啊 是啊 還請了一些美女出來,你看 其實因為我們用了兩個模式 一個是吹罰大宅 沒有人的 另外一個 就是吹罰舊屋的開派對模式 所以有時候你看到 那些人會沉進家宵裡面 這扇門就沒有轉過,那代表我們詳情 看看我的朋友在裡面搞什麼 那些人在立坑坐威,我們先看一看 看著這邊 我看到有人在表演 身影這麼熟悉 應該是我們的媽媽生弟弟 吹罰弟弟在表演 這個動作我們不講那麼多了 大家自己明白了 看到我們就叫了富仔和Michael 富仔是很淡定的 他真的慢慢欣賞那種感覺 你看他的樣子 他看得很認真,你看他入神 是啊 真的在喝東西 你看這個火 Michael就很指指點點 好了好了,我們不要理他們 等等,後面這位女性呢 他也看得很開心 但是他的視點不是喝醉了嗎 他的視點是看著這裡 他看著鬼 他看著鬼 這位女性 好,我是不是沒有戴眼鏡 行了,我們待會介紹一個雙屬的眼科給他 這是白粉來的嗎 我就不知道,包到這樣的樣子 不要理他了 我們站著,不踢東西 好了 楊河就被主人家逛逛了 你欣賞還欣賞 嘩,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女士在這裡做一些高難度動作 還有有位男性在這裡 只是穿著雙屬的眼鏡 好醜怪 表演瑜伽的是不是 瑜伽,對了 我們贏了兩個瑜伽師傅 我們稍後學習一下 然後這些人呢 我看到他們其實是各自推走的 應該是 他們不是很朋友的 自己各有各的 還有我留意到他有一點侵佔了旁邊的屋子 你去後面呢 因為以前吹罰過的屋子 是沒有這一層地板的位置的 是不包括這裡的 即是霸佔多了地方 是啊 不是又對 如果以香港來說 有些停車場啊 或者有些道路變成私家路的東西 霸佔了政府不會收 是啊 如果你真的霸佔得好 他覺得你用得很好 他就會低價租給你那種 一元就租給別人 所以吹罰就是這樣 中一些樹 其實都用得好 有些綠化的地方 好,上二樓 首先放了一些戶外的椅子 這些椅子是戶外用的 長身也是一貫作風 都是用一些樹幹做長身 我們這個感覺很環保 是啊 好,到二樓 就是一個很巨型的音響組合 這個就是給我們平時看一些日本的愛情動作片 是的 欣賞的 這些喇叭就不用說了 當然是開到最大聲 最重要是左右都聽到 這些是還會立體聲的 進來這裡就是我們開工的地方 錢有時候我們收起 有時候忘記放在銀行 放在桌上 夾蠻都塞滿了 放在桌面 對,沒錯 你知道其實現在最賺錢是Youtuber 香港有很多好行的Youtuber 經常說自己賺多少錢 吹罰如果做Youtuber 應該都可以威風 通常如果做Youtuber 都會拍下自己的生活 有鋪床在後面 都很適合 你放在攝影機上就看完整間屋 我平時睡覺就在這個位置 如果你有時想不到題材 就怕自己睡覺 都有人看,放心 如果你是紅的話 直播睡覺 有部電視機在 都有些音響組合 都是那句 愛情動作片 去到哪裏都要 方便看的 在床上 有時睡覺 有些動作總是想再研究一下 放在電視機 然後按著它看看 這個也不錯,我們的鋪床也不錯 布置也不錯 樹又延伸到進來 有個森林氣息 睡覺的時候 睡覺清新一點 靜聖點,還有蚊可以幫我們吸血 渡緩一下血 上面有一個攝影機 有攝影機的 咦,拍攝影機就是用這個 對呀 用這個不錯,好像多角度 你看到我們吹噴頭頂 也挺吸引的 拍著頭頂 而且也通不完,應該不會撐傷 還有些位置有頭髮 有些小毛 好,接著我們回到這個廳 其實廳後面 就是有個廚房 也是開放式的 有兩個大雪櫃 外國的開放式和香港的開放式 真的好不同 接著就有個很大的 煮食爐 有一個小毛 不過我認為它那個抽油煙機好像很舊款 應該買一些比較強的 我的洗手盆好像很舊 買一些二手東西 這麼有錢都買二手東西 就像在這裡咕咕怪怪的 對呀 還有沒有放一些紅酒 是不是 咖啡就有一個 有壺咖啡 都是落地玻璃 還有這張的椅子 又可以放東西,可以儲物 還有它的品味很有趣,有桶的東西在這裡 不知道在做什麼 可能用來釀酒,一整棟放在這個位置 有一個火爐,我才忘記說 煙湯這樣通到上頂 扔錶,下面有一些雜誌 之後這裡做什麼 嘩,我們的浴室 聽說現在的百多呎豪宅 浴室是沒有窗的 那我們這個就不合格了,有窗的 很大隻窗 對,不合格不合格 不過這個浴缸也挺舒服的 旁邊就有馬桶 但是洗手盆沒有鏡 難怪吹髮頭 沒有梳過 我先模擬一下 起床洗澡 讓人醒神一點 之後去廁所 洗臉 哎呀,就是不懂梳頭 哎呀,就是這樣 沒有鏡子嘛 你看,真的沒有鏡子 真的沒有鏡子 對呀 對呀 先看看 沒有啦 不過是很開放的 因為對面也會看到 是不是 有空可以在這裡表演 我不知道怎麼回答阿俊 因為阿俊平時可能真的很想表演這些東西 他這個人很有表演力 剛才我們圍住房子走了個圈 小浪在這邊 其實原來這個位置都是我們的 我們搬得太多了 搬得太多自己都忘記了 因為其實一間屋怎麼可以沒有洗衣房呢 我們先看看 這裡就是平時用來洗衣服的 總共有三部洗衣機都很多 一部是用來洗底褲的 對,乾淨一點的 一部用來洗衣服,一部用來洗褲就差不多了 嘩,好講究喔 還要燙衣服 外國人的生活就是一流 洗衣房也比我們房子大 哎呀,好 再看看這裡做什麼 有個工作室 這裡是工作室來的 對,是工作室來的 嘩,這麼整齊的 鏟也有把帶在這裡,用來做什麼 種樹的 因為你看到我剛才的棵樹這麼大棵 這也是 我進來這裡參觀 嘩,放這麼多這些 阿俊你知不知道這些是什麼 有些火水,有些燃燃物品 這些阿俊會比較熟悉,因為阿俊喜歡做一些DIY的小手作 嘩,這裡是實驗室 好厲害 我不多解釋了,各位觀眾自己看一下 都有保安系統 不是,我想吹佛打算做一個發明家 反正人有錢了 看看這間 這裡就是,欸,是電槍的 哇,這裡是軍火庫來的 又有電槍啦,又有 火神啦 又有火箭炮啦 唉,真的不算那麼多,你們自己慢慢看 哇,導彈也有啊 導彈 嘩,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還是模型來的 可能他這陣子不是軍事模型 所以有空就過來這裡參觀 1比1的模型 這裡有個 機槍座 這個是那些 我們玩Division就有了 是扔出去自己幫忙打敵人的機 有武警車 前面有個拖頭 後面這個車褲很誇張 你看看 嘩,這輛車是這樣的 怎麼放到這樣,雜側了 可能我那天,出街喝醉了,醉了 車拍歪了 好了 我們看上層,因為我進來之前看到有條樓梯 好了 嘩,C加油站也有? 對 好厲害哦,你看看 OK,那上去看看 還有 有條樓梯,我們可以看外國的電視台 你知道TVB現在的電視很悶的 來來去都是 麗耀祥 陳展鵬 還有鐵瑞 對,所以有條樓梯可以看外國的電視台 接著就 有時候你也知道,住得偏遠 有沒有直升機代步都很正常 對嗎?一點都不說 可明一點的,去市區 對 原來直升機都用這些油的 我不懂,我沒有直升機,我不知道 都有一些武裝的 都有一句,人有錢怕誰是飆心 好了,這間屋都很過份 對於現在香港的居住環境,大家如果有這些屋 有這麼大的地方,這麼有錢裝修 會不會考慮你們裝修成這樣,這麼浮誇呢? 好了,這個模式就完成了 示範完給大家看看 可以踢上去嗎?可以 可以直接跳上去,可以嗎? 跳 可以 有空都可以當作夢想,踢一下踢一下 希望香港的房子不要再蓋得那麼小 現在的新房子全都像劏房,但是是豪宅的價錢 希望接下來的香港的屋可以做好一點 參考一下外國,吹佛都可以住這麼大間屋 好,這次的吹佛模式我們用了兩個,再說一次 第一個就是大宅模式,第二個就是派對模式 有興趣就可以去 這條影片的內容有條連結,你們可以嘗試放下來玩一下 這次分享到這裡,謝謝大家收看 記得喜歡的分享給朋友一起看,支持我們 稍後會有更加多搞笑的模式,再拍給大家 謝謝,拜拜 這個人 把我的女生全都追上去 叫你開派對 為什麼要認識我的女朋友 你死了,把你惹死了